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梁思祥 万能2022财年首季营业额按年升30.5%至5亿令吉 首季核心净利也达到2420万令吉,按年大涨两倍 但仍低于行家的预期,仅占大华进行研究全年预测的13% 营收服输但净利不达标,主要是万能旗下的投资控股和其他业务录得较高的税前亏损 为此,行家将本财年的净利预测下调13% 尽管如此,随着我国重新引进外劳 行家预计万字票销售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回复到疫情前的85%至90%的水平 另外,若有抹报通过IPO筹集5亿美元 万能通过手持6.3%的股权可最多赚取4亿令吉 综上所述 行家将目标价稍微下调至20亿30% 但维持买入评级 给大家看 欧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